仲安山水院小区在萧山的鼠山路上 陈女士住在一楼 房子西侧的卫生间和南侧的两个阳台 都装了白色雨棚和晾衣架 卫生间外面这个雨棚顶上 有淡黄色的烧灼痕迹 边上还有一个烟头 陈女士所在的小区21状 一共有5户人家 每个楼层住1户 除了一楼陈女士家有雨棚 楼上似乎人家都没安装雨棚 据陈女士说 小区交付17年 楼上往楼下扔垃圾的情况就没停过 陈女士发现雨棚上有烟头之后 马上向小区物业反映情况 她说对方的处理方式 跟过去十多年一样 在他们这幢楼每家的防盗门上贴通知 提醒业主不要高空抛物 可陈女士觉得光贴通知没什么用 统一安装对准楼上的监控探头 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陈女士表示她可以在家楼下安装摄像头 但相关手续怎么办理 需要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做出具体说明 找到物业办公室 前台员工说领导不在 记得多次拨打物业主任的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 小区业委会的李主任回复说 小区没有经费 统一安装对准楼上的监控探头 如果陈女士愿意自己掏钱 小区业委会将尽力协助 山水院社区方面表示 陈女士在楼下安装监控这件事 社区会组织物业公司 小区业委会和楼内五户人家 开个协调会 争取拿出一个各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任个餐巾子 任个牙签棒 这种现象可能是有的 从社区方面 我们还是要加大宣传 提高居民的文明数字 1818红金眼记者报道